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区呈现出来的话风是这样的 要么是说看起来很假 要么抨击他骗人 要么是吐槽吴尊还在营销神仙爱情 那完美男人宠妻的人设 要么是心疼吴尊的粉丝 好惨被骗了这么多年 不管在微博还是豆瓣 吴尊的风评在他自曝已婚多年后 就180度转弯 很多网友不再买他的账 有网友表示 为了赚钱才隐瞒结婚 为了节目办的婚礼 一曲同工 而看到吴尊照片 都没半句好话 这是一场骑虎难下的婚礼 如果我早知道这样的舆论 吴尊当时还会想要公开办婚礼吗 也许不会 偷偷去周边的海岛办一个私人婚礼不想吗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有点几率的话题 让幕后太太走到前台来 会获得多少关注度啊 说不定还能帮忙咸鱼翻身 再红一把 这三个多月来 吴尊卖力地将太太拉到了前台 不停曝光各种私人话题 例如微博 吴尊在微博上晒老婆照片的频率增加了 从过去到现在的照片都主动公开 连当初他在产房的照片也分享给了网友 如果说吴尊的过去是不谈个人隐私 那现在却是毫无隐私 把个人感情和家庭完完全全展示给了观众 这样的转变是反转性的 为了让节目有话题 吴尊绞尽脑汁奉献话题 比如在节目中透露老婆一个人去拍婚纱 当年拍的婚纱照相册中 至今还有留给吴尊的空白页 这是吴尊的灵魂拷问 也是他撒谎的苦衷 在婚礼上再次求婚说的承诺 在微博上发布长文 分享办婚礼的心得 还有很多高清婚纱照 现在的吴尊绝对是娱乐圈里最没有隐私的艺人 为了这一场地体面面的婚礼 他真的经历了 甚至可以说是用力很猛 可惜的是 没能获得大家的称赞 各种热评还是无情吐槽 实际上 网友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奇怪 隐瞒了那么多年的婚事 出道前结得婚 却硬生生被你掠去了十几年 让人不解的是 他还专门拉着老婆开直播澄清 强调的一直是忘记了 并表示当时准备不足 记者问的时候随口说的 还以母亲名义启示 可是这次吴尊还保留着 24年前 林立寅送给他的毛巾和亲手者的星星 就连自己第一次送的香水 是什么味道都没忘记 时隔多年即使停产了 都将它还原 记住了那个香水的味道 没记住结婚登记时间 一边上节目一边打脸 这真的好吗 网友另外不满之处除了说谎 吴尊隐婚这些年 也跟不少女星吵了绯闻 2006年 吴尊与埃拉为偶像剧花样少男少女宣传 按照先前约定好的游戏规则 吴尊和埃拉需要亲吻 他们就直接在节目上接吻了 后观后面游戏环节 汪冬成同样也输掉了游戏 按照规定同上 但汪冬成亲埃拉的时候是接位 同样的游戏汪冬成要接位 吴尊直接是嘴对嘴 紧接着到了2007年 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 吴尊与张少涵合作公主小妹 在发布会上接吻造势 后来把保鲜膜都亲吻破了 直到推出奋浪海之后 吴尊不再走偶像派路线 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没想到几年后 他以初恋爱情的噱头 重回公众视野 有真爱无敌了 二 有些人出名的时候 早就已经结婚 却在观众面前隐藏自己 已婚男人的事实 等到不红了 就拉着老婆出来秀恩爱 真当粉丝是傻子啊 倒是吴尊自己还感动得稀里哗啦 还在卖深情人设 说什么以前太忙 没顾得上照顾家庭 现在才来补办婚礼 对不起老婆 真是无语 说以前忙的时候你在干嘛 可不是忙着出作品 是忙着炒作绯闻 还是以前拍电视剧的时候 跟SHE组合中的艾拉炒绯闻 据说两人还真的贪过一段时间恋爱 就连当事人艾拉都不知道 吴尊已经结婚了 当时人家受到的欺骗和情伤 岂是一个道歉可以弥补的 另外一个是和张绍涵绑定来炒作绯闻 当时也被粉丝一顿看好 现在想想他的粉丝也真是可怜啊 粉丝粉上一个这样的偶像 不管在微博还是豆瓣 吴尊的风评在他自曝已婚多年后 就180度转弯 很多网友不再买他的账 以前口口声声说要注重个人隐私 在媒体面前故意装不要让粉丝打扰他个人生活的样子 现在倒好了 自从看到综艺节目可以赚钱 就赶紧不停曝光个人生活细节 拉上老婆四处秀恩爱 什么从恋爱时到补办婚礼 到老婆生孩子的照片都翻出来放在微博上 真是醉了 这都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事情了 现在来秀 分明就是抱着圈钱的目的 现在观众也能看出来 这是真情还是假意 趁着年轻的时候 走偶像的路子 运气好拍了几部戏火了 不好好提升自己业务能力 现在中年了 没什么人气了 带着老爸孩子老婆 您上节目炒作话题 关键还表现得这么不走心 你以为就这样 观众和粉丝会买账吗 三 2006年费伦海正式出道 其中帅气的吴尊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综艺节目上 吴尊亲口承认自己是单身 小S问及四位男孩 是不是出男的时候 只有吴尊犹豫了好久才点头 随后和艾拉合作花样少男少女 他们成了当时最有名的CP 在综艺上玩游戏输了要结婚 吴尊甚至没有错位 直接就亲了上去 这一对CP的地下恋情持续了两年左右 吴尊听到这样的新闻表示自己和艾拉只是朋友 艾拉当时应该比吃瓜群众头上的问号还要多 在分手后 艾拉自保 曾经和拍偶像剧搭档的某男主角 地下情过两年 艾拉拍过的偶像剧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爱情大魔咒CP蓝正龙 想为直恋CP黄志伟 真命天女CP郭延军 花样少男少女CP吴尊 在后来的几次采访中 艾拉又透露 自己和黄志伟关系一般 联系方式都没有 蓝正龙是暗恋对象 郭延军拍完戏之后就没联系了 侧面证实了两年地下恋情的对象就是吴尊 这段恋情成了艾拉心里过不去的坎 但是吴尊却像没事人一样 还还在用同样的套路去骗别的女生 2008年和阿萨合作间谍 并表示自己的父母已经见过阿萨 并且一直在催婚 可能是家长着急抱孙子 2004年吴尊就结婚了 家里还会再催婚吗 究竟是吴尊父亲在说谎 还是吴尊在说谎呢 再后来张上涵也没能识破吴尊的谎言 两个人因为公主小妹结缘 在见面会上急吻宣传 如果张上涵知道吴尊已经结婚了 一定不会那么做吧 2011年6月 媒体放出消息称 吴尊已经隐婚并且有孩子了 并且公开了吴尊家里 晾着的婴儿衣服有图有真相 并且有人拍到了正在开车回家的林丽颖 吴尊为了以后的事业 竟然说林丽颖是自己的大嫂不是妻子 为了自证清白 竟然表示自己15年没谈过恋爱了 艾拉阿萨张绍涵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后来 隐婚生子的热度虽然下降了 但是吴尊的人气也大不如前 为了再火一次 吴尊决定公开自己隐婚的事实 并且发布新书 名字叫做决定勇敢 名字颇有一味 是为了钱才决定勇敢的吧 最开始承认自己和林丽颖结婚是在2009年 2011年生的女儿 但是在综艺上拿出的结婚注册书 明明是2004年 先前后后差了5年 中间可差了不少事呢 如果是2009年结婚 那么就证明之前和女明星恋爱时自己是单身 但是如果是2004年结婚 那就是隐婚9年 这样看来吴尊的责任就更大了 不光欺骗了女明星的感情 还欺骗了不少粉丝 对于偶像结婚这件事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见怀 我们不在意偶像结婚 我们在意的是偶像骗人 偶像这两个字 意味着他将成为无数人 模仿的对象 如果不能言于利己 那么对社会造成的错误示范 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从公开之后的综艺来看 吴尊确实是个好爸爸 好丈夫 但是用深情人设来洗白的他 这不是个好偶像